這段音樂 這麼大 是源自恆春的民謠 台東調 演唱人陳達先生 將遠赴台東冒險奮鬥的心情 及私鄉的情懷 表現得淋漓盡致 請問 這首曲子 後來被改編為 將會翻唱的哪一首知名歌曲 這個是以前一個很老的歌星唱的 後來又翻唱 翻唱的人很多 來 恭喜茶隊 這題只有秀慧姐會 真的 真的 太強了 大家常說 蘭嶼的美 一生一定要去體驗一次 但想登上蘭嶼 有些禁忌不能不知道 請問 到蘭嶼時 不可以攜帶或提及什麼水果 或則會視為觸眉頭 不知道 好像有喜慶的答案 對 為什麼你知道 搶答 來 阿喜 因為我妹就是有一胎在那邊懷的 所以她每年都要回去那邊 真的喔 那就巧了 她老公是蘭嶼人 不是 但是她在蘭嶼懷上 在蘭嶼著床的 在蘭嶼著床 是… 對… 去旅遊就對了 所以今天那邊是達悟主 然後他們民宿的老闆 都會特地提醒說 不要帶一個水果 什麼… 是甘嬼 甘嬼子 橘子 為什麼 橘子在達悟語裡面 感覺好像是什麼 補不到魚 沒有魚 不幸運的意思 你們都沒有反應 不是吧 兩位遠知名同胞 哈囉 是嗎 好 橘子 恭喜答 對 她就可以插旗了 抓不到魚 抓魚 抓到抓魚 抓魚 抓魚 你不要亂插 插旗 所以妹妹是真的在那邊 真的 真的兩胎都是 怎麼會在那裡著床 去那裡玩 那邊好著床嗎 好像是 因為很放鬆 很開闊 對 好 海底奇景請出題 應該是 說綠島是台灣最美的海底世界 對 一點都不為過 請問 哪一個是去綠島潛水 必看的海底奇景 這有 A B 十字架 B 乘船 好 什麼答案 應該是B 十字架 是妳妹告訴妳的是不是 我朋友 不是 是她朋友給她託夢的 又在那來著床了 對不對 還沒 你認識 離島著床 東方人來講 有十字架也怪 沒有 它算是一個海底的那個 網美景點 這是要潛水的才會知道 潛下去 對 要潛在水裡面 才看得到的東西 妳有潛下去過嗎 我沒有 但是我看我朋友去那邊打卡 有拍照 其實就很想去 但是去不了 秋惠姐這種身材 沒有辦法潛水 為什麼 因為她自己有帶福袋 會福袋 沒有 那她正不行喔 宇宙跟福袋 十字架恭喜 答對了 生日 公區的民謠 請出題 好 這個音樂 這麼大 是源自恆春的民謠 台東調 演唱人陳達先生 將遠赴台東冒險奮鬥的心情 及私鄉的情懷 表現得淋漓盡致 來囉 請問這首曲子 後來被改編為 江蕙翻唱的哪一首知名歌曲 我猜 好 來 可以再聽一次嗎 不用啦 我知道啦 你真的 情有阿蘇 真的耶 好像有一點像耶 好 現在問題就來 江蕙有唱過情有阿蘇嗎 對啊 有 他有唱過情有阿蘇 其實滿多人都有翻唱過 其實他 這個是以前一個很老的歌星唱的 後來又翻唱 翻唱的人很多 翻來翻去 最早是陳達老先生 對… 因為有像有像 恭喜答對 這題只有繡惠姐會耶 這太老實了 太強了